上回书说到了 李三盯上了一位太监 李三看得不错 这个人还真是前倾的太监 五十多岁 胖胖呵呵 腮胖上没有胡子 说话呀 激溜激溜的 男不胆女不女的 此人姓张 叫张德财 他曾经跟小德财 一起伺候过慈禧太后 后来呢 在公王府当总管 人称叫张总管 现在呢 他带着一个小跟班 来到茂园银号 李三就把他盯上了 这个张总管 是刚一上台阶 茂园银号的马掌柜 赶忙就迎出来了 哎呦 这不是张总管吗 您吉祥 您里边请 说的话 这就往里边请这位张总管 嘿嘿嘿嘿 马掌柜 你是知道的 我是无事不登 你这三宝殿呢 啊 是是是 您客气啊 您上座 来 看茶 活去赶忙 端过来茶水 啊 小点心 这都摆好了 掌柜的又问 总管 您到我这儿 有什么事啊 马掌柜 师不相瞒 我心尽 又讨了一房小 嘿嘿嘿嘿 啊 马掌柜听他这么一说呀 这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 心想 我早就听说 这个张总管 有媳妇 按说太监 不能娶媳妇 这太监静了身了 他娶媳妇 可怎么娶呢 也有人说呀 这个太监 静身 没静干净的 有娶媳妇的 反正你这么说吧 这个张总管呢 身位前卿的太监 可是 却好女色 这不又要讨房小吗 嗯 啊 哎呀 总管 我给您道喜啊 给您道喜 嗯 马掌柜 你猜 这小妞 身价要多少啊 猜不出来 您说 哈哈哈哈 哎呀 这小妞的身价 要三千块 欠大洋 啊 哎呀 三千块 这数目四可不小 不过 在张总管 您的眼里边 这就做不得了什么了 啊 嗯 你这话说的有道理 这小妞长得呀 是又狗狗 又丢丢 那是江苏一带戏班子里边的小戏子 啊 我得带着钱呢 去接他 可是带着这么多 现钱哪成呢 没别的 我请保浩 给我换一张银票 马掌柜 这点事 没问题吧 哎呦 您这话可怎么说呀 啊 我应当效劳 应当效劳 马上给您办妥 说着话 张总管 带来的那个跟班 把个黄布包裹 往茶几上一放 这包裹打开了 里边都有什么 都有什么 有黄的 有白的 黄的是金子 白的是银子 里边还有大洋 马掌柜赶快 让里边的上方先生 用等子等了等 然后给开出来一张银票 递给了这位总管 李三 现在就在银号对面 等着呢 那儿有一个卖老豆腐的 李三吃这老豆腐 这张银票 他都看到了 眼瞧着 张总管把银票接过来 放在自己腰间的钱搭里面 张总管 站起身形 有后 马掌柜 事办完了 那我就先走了 总管 我送送您 免了吧 免了吧 常来常往的客气干什么 说着话 他领着那个跟班 一前一后 走出了 茂园银号 可是总管 刚下台阶 怎么一转身 还没等到马车 窃进呢 也不知道怎么着 迎面跑过来 这个小伙子 往他身上一歪 就撞了他一下 似乎是无意的 张总管 脚下没根啊 这就要倒 小伙子怕他摔着 拦腰把他一抱 对不起 您担待 您担待 有个猴仔子 张两只眼睛 干什么吃的 啊 两只眼睛是瞎呼噜啊 看着人还往上撞 你跑到这儿来 撞丧来了你啊 这张总管 张太迁 词汇还挺风突 小伙子赶快点头 拉摇 对不起对不起 拐身 蹬蹬蹬 跑了 这是怎么说的话呢 你瞧瞧 让他给我撞了 他回头看了眼 那跟班的 你在这儿傻蛋 干什么呢 我带你出来 干什么的 啊 扶着我点 走 再往前溜达溜达 我还得给那小妞 买点首饰呢 说着话 这跟班 掺着这总管 没走多远 就来到了锦翠银楼 这个银楼啊 是专门打首饰的地方 就是首饰店 进去之后 银楼掌柜的 跟那银号的马掌柜一样 是远街高营啊 都认识这位张总管 那张总管 那当时的北京 也算名人了 街道里边 让到内归 做好 献上茶来 端上点心 一边聊天 这才打发徒弟们 网上拿东西 也无非是什么 镯子呀 耳环啊 这些首饰 让当总管跳 这总管看了看 拿起黄的 在手里颠了颠 又拿起珍珠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瞄了一会儿 这些东西呀 看起来 有的才真是真货 不过我告诉你们 也就是这会儿 我得上你们银楼 这来买 要是过去 就这些东西 在我们宫里边 扔到地下 都没人看呢 你这不废话吗 那掌柜的呀 看着他 还得满脸对焦 伙计站在旁边 也不敢言语 他挑了半天 选了几件 嗯 我给你们拿钱 说着话 这总管伸手 就要从钱搭的里边 掏东西 掏什么呢 这钱搭的里边呢 有小元宝 有银子 还有那三千块 大洋的银票 呸呵 忽然间 这张总管 两只小眼睛 一发直 旁边的跟班一瞧 总管怎么的呢 我说 刚才在银号里边 我接过了那个 就那个 他指的是那银票 是不是装在这儿了 是 我眼瞧着 您装到里边的 也不知道 这张总管是乐还是哭的 这会儿啊 他明白了 肯定是刚才 撞我那猴崽子 把钱给我偷走了 嘿嘿 胆大猫贼 偷来偷去 偷到我 张总管偷上了 早早回府 拿我的名片 到警察局去 让他们赶紧 给我抓贼 这位 张德财 张公公 在紧脆银楼被盗 腰里边的银票 还有散碎的金盒子 银块 都被偷走了 他明白了 一定是撞我的那小伙子 假装撞我是真正偷钱啊 想到此 带着跟班 立即坐上马车 回到自己的府上 从文房四宝中 拿出名片 让跟班的 送到警察局 交给局长 唐玉琪 他为什么找唐玉琪呢 因为这张德财 跟唐玉琪 是把兄弟 我这让人给偷了 我看我这把兄弟 你管不管啊 唐玉琪 唐局长 接到名片 听跟班一说 啊 还真吃一惊 心想 哪来的贼 这么大胆子 偷来偷去 偷到张公公头上了 他告诉跟班 你回去跟公公说 我马上立案 立即破案 把非贼捉住 将他丢的钱 给拿回来 这跟班 回去禀告了 张公公 张公公就在家等着了 唐玉琪呢 立即叫来 真集队长 马玉琳 说如此这般 有这么个案子 你赶紧追查 立即破案 啊 马玉琳回到真集队 当天晚上 就把北京城 所有作案的贼头 都找来了 干什么呢 他问他们 你们这一伙 那一帮的 是谁把张公公给偷了 偷了三千块银票啊 而且还有金字银子 到底怎么回事 谁这么大胆子 啊 这些贼头听了听 你看我 我看你 哎 我们是没做这案子 哎 也没听手下人做这案子 你看这张公公 他身子缺零件 可是他一句话 就能要人命啊 没人捅这把风窝 他们就说了 队长 跟你说实在的 我们南城这边做案子 没这么大胆子 啊 没这事 啊 不能偷藏共工 另一位说了 对 我们西城也没有 北非也没有 我们东城也没干过这事 什么 马玉琳把嘴一撇 不对 你们全都没有 那这个谁又是谁 难道又是那燕子李三 他这话刚说出口 站在旁边的前镇组 赶紧过来了 大哥 方才啊 我琢磨一会儿呢 弄不好这个案子 还真是燕子李三干的 嗯 真机队长 马玉琳扭过头来 看了看自己的把兄弟 你怎么这么说的 大哥 这些日子咱们夜里戒严 抓李三 李三晚上出不来 这小子一定被挤兑机了 他白天出来做案了 这才偷了 脏公公的银票啊 嗯 你这话说的也有理 这是旁边 又过了一个真机队的密谈 报告队长 我发现点情况 说 前两天 我走到了新开张的饭馆 就是大碗居 我看着一个人 好像是李三 好像是李三 那你为什么不抓他 对的 我跟你说呀 当时我没抓是有原因的 因为咱都知道 那李三飞烟走壁 只要你一动手 他就动腿 你想抓他 势必登天 当时就我印 我抓不了他 还打草惊蛇 所以 我就没动手 不过 我发现了李三的一个秘密 马玉林 还有在场的这些人一听 秘密 什么秘密 你说 队长 前些日 咱们是不是感到王府 搜府 去捉李三 是啊 搜府的事 那时候咱们见到了 看家护院的醉鬼张鹿 对不 对呀 队长 前两天 我在大碗居 就见到醉鬼张鹿 和李三坐在一起喝酒 也和 听到这儿 真机队长 马玉林 眉头 啪啪啪 就往起 脚了几条 嗯 他脑子里边又出现了 醉鬼张鹿的那个模样 四十多岁 九骚鼻子 一对小眼睛 啊 把把实实的 还会两下子 玩一对大铁球嘛 靠你个醉鬼张鹿 感情 你是窝藏 飞飞 当初我到王府搜查 你装模作样 信誓旦旦的 说没看到有人跑到王府 啊 现在我手下人有真凭实据了 你和李三一块喝酒 你是他同党啊 我顺着你张鹿这条线 我不愁 捉不住李三 马玉林 立刻分送 让前镇组带着一些人 去盯李三 怎么个盯法呢 李三把银票要是偷走了 银票数字那么大 他上哪儿花去 他得想办法上延号兑银票 哎 你们这些人就到银号门口 兵着 要是发现李三了 立刻就把他停住 这马玉林呢 他要亲自去找罪鬼张鹿 安排完这些事 这天哪都黑了 第二天清晨 马玉林身上戴好枪 又戴好捉人的手铐 来到了王府门前 这次他来到王府门前一瞧 和上一次来这儿不一样 门口停了一辆汽车 马玉林认识啊 那是日本太古里边小轿车 这怎么停了一辆车呢 而且王府门前选着 里边没插着 马玉林来到门前想一想 嗯 我也不用叫门了 干脆我就进去吧 他伸手一推 把那门呢 推得敞开一些 抬腿 跨步就进了王府 他刚进第一层院子 忽然间就听了王府内 有人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好的 好好好 啊 马玉林下一条心想 这谁乐呢 声音喝亮了 离这二里地都能听到 他赶紧赐贺身闪目 这么一看 只见 正厅里走出五个人 有三个是日本人 两个是中国人 这两个中国人呢 他都认识 都见过 一个呢 有三十左右岁 长得挺白净 预计说白净啊 得说长得苍白 是这个府上的少爷 也就是少王爷吧 不过清朝都没了 他这个王爷 少王爷 也当不了了 反正就是这个宅子的主人 叫普少爷 马玉林过去见着过 这位普少爷 才给他请过安 另一位 那就是他要找的 最有一张路 三个日本人呢 其中一个人 气派十足 穿了一身鼻型的西装 留着卫生壶 夹着金丝眼镜 旁边有两个日本人 好像是卫兵 站在他左右 陪着他往前走 就见普少爷 指手画脚的 在和日本人说话 张璐点头趴腰的 在旁边跟着 这日本人 显得很高兴 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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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说到这儿啊 我得交代几句 不然的话 您就听糊涂了 这王府 怎么来了日本人了呢 原来啊 这王府 特败 这普少爷 缺钱花 他早就想 把这王府卖出去 卖不了的话 往出 租也行 他只要能 倒出俩钱 玩了就可以 但是 这个王府 大呀 一般的人 无论是 平头百姓 或者是 做买卖的 他付不起 哎 有日本人听说了 有这么一处 王府 可以放工 得 他们呢 就打上这主意了 当时是段祺瑞执政 段祺瑞 在北京执政的时候 日本人 在北京 吃得开 那说一般 现在 要买这个府邸的 日本人 那可不是一般人 是日本客户头子 板西里巴郎中将 今天 板西里巴郎 派自己辅佐官 土飞员贤二 来看房子 看完房子 这土飞员贤二 非常满意 这才一个地的 yoshi yoshi 从政厅里走出来 可是 他们刚出来 就见到 脚门 人影一闪 车流一下子 有一个人 穿进了号房 那土飞员贤二是干什么的 这土飞员有个外号 叫东方的劳伦斯 劳伦斯是英国的大特务 那土飞员贤二是东方劳伦斯 那是间谍呀 这家伙 眼神特别好 脑子反应也快 一瞧到这个身影 他就看了两个日本兵一眼 这两个日本兵 蹭蹭 把腰里的枪就拽出来了 叭哒 那朴少爷一看 心里边就忽悠一下子 这是怎么回事 哎 张璐啊 你去看看 哎 是 少爷 叭叭叭叭叭 这张璐 卖弄腿法 张璐心想 在日本人的面前 咱不能掉粪呢 我让他们看看 我罪鬼当作的功夫 是哪个人来骚扰王府 我把他揪出来 三圈两脚 将他放在地上 我让我们少爷 叭叭叭叭 我这看家护院的这碗饭 也不是白吃的 他来到了号房门前 拉了个架势 白鹤亮翅 往这一站 什么人胆大包天 扰冒王府还不出来 难道还想让张爷爷 到里边把你揪出来吗 马玉林不想和日本人 收到 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